主料,高粉145克,低粉15克,鸡蛋1克,主料,酵母2克,粘米克,牛奶100克,白糖5克,泡打粉2克,迪金面粉10克,芝麻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将额料放入面包桶,用甜面包程序搅拌好后,如果手揉可以揉到扩展阶段,发酵至两倍大, 取出排气,分成16分,醒10分钟,全部做成圆形,每个皮子沾点水,在沾上滴走后,放一半在高压桌中放酵,另一半放在其他地方也开始发酵,发酵好后,在高压桌中倒入少许的油,馒头上面不用倒,盖好盖和压拔,小火8分钟,关火后,后一块取出,烹饪技巧,挺简单的,没啥技巧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